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光临夏宇 愿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 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最近大家应该都很关心南韩的总统当选人吧 不过这位先生一选上之后 韩国的推特上面马上就有了新的热搜 那就是移民加拿大 怎么好像大家都急着逃难一样 原因是因为这位新选上的韩国总统 被人戏称是韩国川普 这次的总统选举是韩国史上票数最接近的一次 当选的人是61岁的尹錫悦 她是一位前检察官并没有任何政治相关的经验 尹錫悦的胜利让很多南韩人都感到很紧张 导致推特上面马上在当天的几个小时内就出现了超过16000则推文 在讨论如何移民加拿大的问题 这不禁让美国媒体回想起当时2016年川普当选的时候 加拿大移民署网站瞬间被灌爆当机的盛况 有一位韩国网友在尹錫悦宣布当选以后就发文说 从现在开始要努力的学英文存钱移民去加拿大 真的没有办法再留在这个低能的地方了 另外一位也是发文说大家一起尽全力的申请移民 大家一起在加拿大或是世界的地方有缘再相见 看起来气氛是异常的绝望 谁都可能有想过买一座属于自己的岛屿 但是很可能看到了价钱就意识到这辈子大概是没机会了 为了因应这个买岛屿的需求 就有人创立了一个一起买一座岛的梦想成真计划 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集资 到了2019年集资的金额突破了25万美金 足够买下一座名为Coffee Cay的岛屿 面积大概是4800多平方公尺 这个岛屿位于加勒比海地区贝里斯的外海 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无人岛 而且一起集资买岛屿的都是不是只是想投资买房地产的人 同时这些人他们更是一起在执行一个建造国家的计划 他们设计了自己的国旗 国歌设立了自己的政府 他们算是世界上最新的一个维行国家 所谓维行国家大概就是一个独立 但没有被国际认可的国际社群 到了2022年 计划的总招就带着参与集资的人 还有其他有兴趣的观光客一起来视察这个他们买下的岛屿 这个岛是史上第一个集资的方式买下的岛屿 总招形容踩在自己买下的岛的土地上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 而且地点还在贝里斯市区 坐船只要15分钟就会到的距离 比想象中的无人岛方便很多 这个岛之所以叫做Coffee Cake是因为它的形状狭长 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像是一颗咖啡豆一样 之前虽然集资人们有来到岛屿上勘察过很多次 但是这次是第一次要在岛上搭帐篷露营过夜非常的兴奋 集资买小岛其实是由另一位总招15年前就已经兴起的想法 当时他就在买了一个一起买小岛吧的网狱 想要买小岛创小国 但是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看到菲律宾有一个小岛开始卖 他才重新燃起了他集资买小岛的梦想 在看过了很多地方菲律宾啊 马来西亚、爱尔兰、巴拿马和贝里斯附近的小岛以后 选中了这个价钱合理、交通又方便的小岛 最后把这个小岛分成了100份 卖出去一份的卖价是3250元美金 买家可以一人买超过一份 但是在他们的为国家里面 还是只能拥有一个人的投票权 不过这种为国家通常都被认为是规矩习俗古怪 而这个小岛计划的总招 它的初衷则是把这边当成是一个逃离混乱世界的避难所 买到小岛只是第一步 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多人都会梦想到意大利去结婚 光是想到在那边拍的照片有多美 很多人就已经心动了 不过想这些都很美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别的地方办结婚典礼超级贵 首都罗马附近的拉奇奥区也许会是大家的好选择 现在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旅游观光推广 有婚礼专案 每对结婚相关的费用都可以回馈2200人美金 这个系列的活动叫做爱上拉奇奥 接受了政府1000万美金的疫情纾困金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婚夫妻在2022年尽量来这边结婚 你申请通过的话 补助金可以用在华丽的婚纱或是当地场地的花卉布置 戒指上面都可以连当天的装法设计师婚礼摄影师 等等都能够保销 你以为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就错了 因为它还会另外给你上线700欧元的补助金 让你在拉奇奥地区度过你的蜜月旅行 有人也许还是会抱怨说可是如果不是罗马罗马的话 就不是永恒城市了 但是其实已经离罗马很近了 反正永恒也达不到 应该趋近于它就没问题了吧 而且那附近其实有很多观光景点可以去 有些收个简单的入园门票就能够逛上很久的时间 如诗如画的小镇风景 或是你想要找哥德尔风格的话 也有古迹的墓园 想要看天主教风格的话 也可以到维特波这个城市 具体要怎么样和销你在那边的婚礼花费呢 首先你必须要符合时间期限 在2022年这一年之内 而且必须要是本人可以追踪的消费 不能够使用网络订购 你买个服务的公司也必须是专办婚礼服务的 满足条件的话 最高就可以合销掉2200元美金 感觉非常的吸引人 最困难的部分大概就是找到结婚对象了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就算随便找个人去体验结婚 当旅游也非常的不错 因为它唯独就是不会验证你们的结婚证明 只会验证婚礼消费 所以体验结婚顺便旅游也是非常划算 留下自己和朋友漂漂亮亮的婚纱照也可以 再加上现在同性婚姻也是合法的 要什么性别一起去应该都不会被阻止吧 去滑雪的时候通常每个人都包成一坨浴寒也防衰 就算是身为皇室的戴安娜王妃也是如此 不过王妃去滑雪不可能没有狗仔跟踪 于是她就在旅途中和陌生的女子交朋友 找上跟自己身形外表都类似的女生 特地穿她们穿上了一模一样的衣服之后 成功骗过了狗仔 至于为什么好像很容易找到跟她发型啊 身形都类似的女子 原因是因为戴安娜王妃的时尚本来就引领风骚 她找目标的地点又在五星级饭店 于是有闲情有品味的女孩子就被王妃找上了 王妃遇见了两位跟她长得像年龄又相仿的女生 一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德国 她分别请她们换上准备好的三套一模一样的衣服 当她们三个人分别在类似的时间点 从旅馆走出来的时候 狗仔就这样子跟丢了 跟错人了 戴安娜王妃非常擅长戏弄狗仔队 除了狠心对待追她追到奥地利滑雪山庄的记者以外 在国内也是每一次都穿着同一件大众运动装去健身房 千年如一纸 让狗仔非得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她 就像在闻瓦丽在哪里的游戏一样困难 而王妃本人也非常的乐在其中 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 再次感谢订阅赞助 由会员猛猫黑牡丹 Elex Lee 学院求生 ZZZ 乔温圈 还有Jason跟K1 那就谢谢你们的赞助 然后也非常欢迎其他 幸运于支持鲨鱼 继续创作的朋友 在下方找到Patreon的链接 可以参考不同会员等级 还有不同的福利 那也可以去 Apple Podcast 把我的节目按信心 然后给我留言 在任何我留言区的地方 跟我互动也可以 或者是可以去收听 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还有听说动物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是追踪我的IG 那就希望鲨鱼 可以继续在每周日四六 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